看到我这个造型觉得有点奇怪的朋友 告诉你事情很简单 就是因为今年纪念毛主席当成130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要去几个地方 还要在大的舞台上担任主持人 我不当主持人好多年了 这把年纪上台了白发苍苍的 朗木咔嚓眼的 人家不接受 但是纪念毛主席的这个大型演出活动叫我主持 所以我就答应下来比较正式 我的朋友盘国平先生 他是一个服装设计方面的专家 宏都的很多正式的中山装 都是他亲自完成的 他听到这消息之后 给我赶制了一套中山装 你看我穿着衣服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这至少是比较合体 因为他这两体裁 也不是随便的买了一件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那我登台就穿这双衣服了 我刚才跟各位介绍了盘国平先生 我跟他打交道他这个人为人的特点 他很低调 平时不怎么说话 但是说到服装方面的问题 那种权威感就来了 人对哪个问题又真知灼见 确实了解 说出话了 不论他一种淡淡的语气 还是他熟练的排山倒海一般的讲 他对这个专业的了解 那都很厉害 我这个水平为什么差 就是因为对任何问题 都没有专门的研究 但是我穿成这个衣服 有一种年轻的感觉 我年轻的时候是穿中山装的 那个中山装是蓝色的 叫蓝迪卡的中山装 大化嘛 上了几套大化 打清了大化 然后从石油当中提炼出一些原料 这些原料用来做服装 蓝迪卡没有褶皱的 上面是带兜了 要带着盖的 很年轻的时候 我穿蓝迪卡的中山装 那个时候多少钱我忘了 我突然发起一个问题 我这个现在叫庞国平先生 给我做的是一个中山装 和我年轻的时候 蓝迪卡的中山装 那时候又叫人民装 不太一样 这是老式的中山装 庞先生说 主持纪念毛利的活动 司马先生是不是可以把你平时 嬉皮笑脸的调侃的那种 口气扇一闪 动作也不要太多 应该去庄重的态度 庄敬 庄重 他说我们喜欢听你的节目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话太随便 语速也不要太快 贵人呢 语迟 他说这个中山装的样子呢 是和总理60年代的 那个灰色的 全毛花大泥的 那个中山装的样子是一致的 你看人家多用心 我真是无以回报 我只有很好的好好做节目 好好主持呢 今年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这几台活动 来感谢庞先生 我知道庞先生之所以做这套服装感知给我 不是因为司马南怎么着 而是因为我们都热爱毛主席 说到中山装啊 那是有故事的 很多很多年 现在大家穿衣服的五花八门 穿什么都有了 但是1923年到今天以来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中 中山装都是中国男子 爷们 通行的 喜欢穿的服装 过去西服不流行啊 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 国家领导人自己带头穿西服 那社会舆论的震动 后来穿中山装就很少了 我印象当中毛主席没有穿过西服 没见过 哪个朋友你如果见到毛主席穿西服的照片 或者视频你发给我看一看 依我对毛主席的了解 毛主席没有穿过这个西服 所以重大的国务活动当中 中国国家领导人大都是穿中山装的 中山装有几个特点 第一好看 第二实用 第三方便 为什么叫中山装 孙中山先生提倡的 当时大家欢迎 所以就叫中山装 这个中山装 如果给他一个全定义的话 应该是说 孙中山先生创制出的 中式礼服 中国人的传统是 书一载道 文一载道 歌一载道 服装呢也是和 和政治文化有关联的服装 不是简单的服装 为什么那么正宗的场合 你抬胸露腹 这不合适啊 你八大山人也八 你竹林齐鲜也八 你自己放上辛亥 你自己无所谓啊 哈哈 露着肚皮在那喝酒 那是文人 但是呢 在重大的政治活动当中 特别是国务活动当中 你这个随便 你这样子就显得没有礼貌 这不合适 张扬个性是一个方面 彰显他的统一性完整性 历史感 严肃感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人的服饰 历来具有浓厚的政治文化内涵 孙中山先生领导 辛亥革命成功了 推翻清王朝了 推翻清王朝的本质是 推翻了延续2000年的帝制 这样的共和的理念 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了 所以民国政府 颁布命令 颁布命令 是关于头发的命令 关于穿什么衣服的命令 关于呢 相互之间咱们打招呼的命令 知道吧 头发就剪辫子 衣服要变呢 称呼也要改呀 所以在孙中山先生的创意推动下 这顺衣服啊 叫中山装 现在我穿的这个中山装啊 就替代了传统的长袍马褂 彰显 民国新气象的中式礼服 应运而胜 有人对孙中山先生 创制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中式礼服 反正有不同的意见吧 有的人就说孙中山先生 很早就有变革服装的摄像 孙中山先生很大的优点 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世界各国游历 便游西方 所以呢 对西方世界看得多了 他就痛感到中国社会必须要改革 改革当然是全面的 服装的改革也在其内 1902年 孙中山先生到越南 在越南河内 筹组星中会 偶然认识了黄农生 黄农生是谁啊 黄农生就跟盘国平一样 做服装的 而且他那个时候主要是做洋服店 黄农生是孙中山的老乡 也是广东人 然后呢 孙中山聊天没事 就跟那个裁缝做洋服店的黄农生 就跟他讲 说我呀 我是在革命啊 我是推翻满清 我是要创造呢 这一个新中国 你这衣服也是一个方面的工作 所以你制作中式国服具有革命的意义 然后呢他就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 他在西洋见的多了嘛 所以他设想就要设计一款简单的实用的美观的大方的 具有中国文化风格的跟满清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一套东西叫黄先生 黄农生先生去做 黄农生先生竟然是朋友啊 对钦佩孙中山 说这串也好 然后呢 黄农生先生就参考了西欧的服装 主要是列装 你看这就是西欧的列装 然后呢 那个时候日本文化对中国影响很大 所以参考了日本的服装的式样 然后呢 又特别结合了当时在南洋流行的 叫奇领文装 还有呢 学生装 把这四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就设计了一款 既有中国文化艺运 又有开放向上精神的众神装 刚说了一个黄农生 现在呢又有人说了一个张芳成 这张芳成这个人呢 说他才是中山庄的总工程师 总设计师当然孙中山了 总工程师 这张芳成 张芳成啊 是当时啊 在日本的裁缝 他是红帮的裁缝 孙中山可能同样把意思说给了张芳成 张芳成呢 就采用西方造型制作技术 特别是日本学生装士官服的改革思路 然后呢 说怎么能符合中国人的气质呢 咦 后来尝试尝试尝试 最后呢 就直翻领 胸前七个扣 外加四个口袋 袖口三个扣 最开始也有四个扣的 就这样就做出来了 当然还有人说 不是姓黄的 也不是姓张的 而是宁波 红波 王财运 王财运 说王财运缝制的 说1916年上海呢 这个王财运应中山先生之请 在张芳成制作的中山庄的基础之上 根据中山先生的进一步的指示 又改进 改进是什么样呢 您数数我这个扣 几个扣 前肩七个扣 改成了一二三四五五个扣 然后呢 改上了贴盖的 倒为山的形式 倒过来看是山的形式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还能放一只钢笔 袖口四个扣子 改成三个扣子 然后中山庄就这样固定下来了 直到庞国平先生给我赶着一套服装 哈哈 好了 中山庄的故事 大家发现了没有 其实处处流行街学问 中山庄学问很大 而且和历史联系起来 我就是副条草 跟各位说一说 您有什么感想 留言告诉我 感谢收看 再见